今天又來到了谷關七雄之一的馬輪山 海拔高度為2305公尺 在谷關七雄排行老二 我這次是從斯可巴布道起的 斯可巴布道到馬輪山三角點全賞為7公里 所以來回要走14公里哦 以正常步道路線馬輪山是七雄中距離最長的 海拔落差高達1200公尺 這座橋是馬輪山展望最好的地方 這天爬山的插曲很多 這天本來要去爬其他比較簡單的山 本來預計早早爬完然後去谷關泡溫泉 結果出門卻忘了帶泳衣泳帽 那就改為去爬老大八仙山 結果去了八仙山八仙路山 要門票100塊加車費20 等下不太能接受收費啊 最後又改了行程選擇了這裡 馬輪山還記得早上騎車快到登山口前 經過一段路 路邊民房有七八隻狗 而且都是大隻的 但我經過時候他們都在休息 並沒有追我 這裡中途有一處原住民遺跡 蠻特別的 很難想像有人能藏住在這深山中啊 馬輪山這次走起來感覺不是很好 雖然現在看這影片畫面都蠻漂亮的 但感覺就是對這座山印象不太好 一路有很多宏偉的樹木 也有較著名的八仙寺 但我沒去看 一路起登只遇到四五個山友 而且都走得很快 現在回想起來 一路走起來並不會很累 拉繩攀岩的地方不多 這邊有個星山遺址 上去看看吧 以前是一個古小 現在都已經廢棄了 只剩外面這一層木牆囉 我有往遺跡裡面走了一下 靠著離間地圖 走了一段非正規的路線 最後還是又接回來正常的路線了 馬輪山可說是古關雞雄中一雞最多的 一路上又有多廢棄的建築物 讓我感覺到 這座山以前一定很熱鬧 看到如今荒廢的情景 有種人是以非的惆悵 馬輪山展望真的不是很好 總覺得一路上 都在森林裡漫步遊走 我以為多少能看見幾處展望 但可說是完全沒有展望可看啊 還把兩千以上沒展望可看 真的很可惜 這時陽光強烈的照射 記錄一下 上坡總是七成熙熙的 奇怪的是一路走來 我都感覺到蠻陰沉的 感覺非常的不好 忽然一個爬坡 就到達了三角點了 看定時也讓我蠻失望的 三角點腹地規模很小一片 而且完全沒展望 環拍四周 真的就這樣 我總是在三角點處湧潭 不要拍攝一下 因為氣壓膨脹的零食 休息時剛好 這位大哥跑上來跟我聊天 也多虧他讓我這次爬山比較不了 也增加了一些記憶點了 此時我也折返原路開始下山了 開始有越來越多山油往上爬 出生時有很多山油問我快到了沒 而我都是實話是說回答實際的時間 而我下山遇到一大群堆的山油 是一整台遊覽車的人 來這裡爬山是旅遊行程之一 所以有遇到很多爬道放棄的人 又是一出遺跡 在下山時我的膝蓋突然感到不是 還記得以前影片我說過 下坡比上坡還輕鬆 但我錯了 越往下走我的膝蓋越來越劇烈疼痛 每走一步就痛一下 非常的痛苦 這次我第一次感受到 因爬山對膝蓋的傷害 甚至讓我萌生再也不爬山的面頭 實在是太痛苦了 我也因膝蓋痛而走得很慢 本來下山要去看八撞刺 但因為膝蓋痛而放棄 但我還是去觀景台看看 結果觀景台前方也因爲 樹木雜草太高 展望也是不佳 這裏是某處捷徑 因爲我有離間地虎撐這樣走 還有一件事也讓我印象深刻 再下山2點多K 再步道上 發現一直三槍 應該是剛出生沒幾個月吧 很小隻很難這樣步道上 我差點踩到它 因爲至於仔細看 小三槍脖子已經不成正常的角度 掛了 因爲當下有點不能接受 所以就沒拍照記錄下來了 這裏是剛開始說的 景觀最好的一處橋樑 這是剛開始的大樹 也是比較有基點的景色之一 剩下一點多K 拖著騰龍的膝蓋慢慢的走 只能說馬輪山 現在回想起來 我是真的很不喜歡啊 目前爬山對這座山印象最不好 因爲發生了很多事情 一路沒展望 山極點場地很小 下山開始的膝蓋痛 又遇到掛掉的小山槍 拖著廢掉的膝蓋 千喜可苦 終於到達登山口了 而且下山比登山慢了半小時左右啊 又有聽山有說 波金加山比這裡漂亮很多 等於說馬輪山我是不考慮再來一次 好像是早上所有大群狗 我終於在下山的時候被追了 因爲馬輪山掌握真的太糟糕了 再回家路上就在路邊拍了一下景色 而且今天天氣不錯 可見度蠻好的 彌補一下空虛的心靈吧 紅色路線是我今天走的路線 請停 回家路 好